看到本期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由古代梁山好汉石鲜 所发明的两种快速逃脱术 大家请看 现在我的双手已经牢牢的捆绑在绳子的内侧 而且无法逃脱 这个时候就好比石鲜被捆住了 它要运用智慧 那么很多人说 依靠绳子的摩擦力 就可以把绳子摩擦断 其实这是一种愚蠢 而是错误的说法 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绳子都非常结实 尤其捆绑犯人的绳子都是经过特殊加制的 如果你想将它磨断 其实很费劲 那么这个时候就运用了四千的智慧 大家看 首先我把另一侧的绳子搭在我的手腕部的内侧 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 然后 即使手捆绑的再结实 那么它一定会有一些缝隙 然后把这个绳子从腕部的内侧 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 腕部的内侧把它拿出来 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绳兜 绳兜兜形成以后 我们这样把它右手从这里穿过来 然后 三二一 大家看 这就轻松的拿出来 这就是第一种快速的逃脱术 接下来请看第二种 第三种 大家看第二种会更加难一些 因为我的双手已经完全被捆绑住了 这时候更是没有挣脱的余地 大家请看 没有挣脱的余地怎么办 我们用手腕部 大家看压住这个蓝绳 然后向前方慢慢的搓动 大家看 搓动的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 我已经把蓝绳用右手抓出来了 抓出来再用左手挑起 然后把右手从蓝色的绳耳中这样再次穿出 然后三二一 大家看 这样轻松的就拿出来了 这就是两种诗签发明的快速逃脱术 我们朋友聚会 家庭聚会 或者哥们在喝酒助兴的时候 都可以表演一下 作为一个助兴的小节目 非常厉害的逃脱术 你学会了吗